人类一直都在使用庇护所来保护自己免受户外伤害 但建造房屋并在那里居住一段时间的想法是大约一万年前才有的 在那个时候,人们越来越擅长耕种 这意味着需要建造更永久的固定住所 从古至今,人们从未停止对房屋的关注 从最早期的遮风挡雨到如今 人们更加关注房屋的舒适度,周围环境等条件 都见证着人类伟大的历史发展 这些年来,住房越来越贵 1960年,中卫房价为一万一千九百美元 相当于今天的九万八千美元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2018年中卫房价超过二十万美元 涨幅超过百分之一百 欢迎来到全市中心在线资源 第十,尤里米尔纳的豪宅 七千五百万美元 面积25000平方英尺 目前还不清楚这座巨大的豪宅有多少间卧室 但它有25000平方英尺的居住空间 除了这些居住空间之外 还配有11英亩约和11公顷修剪整齐的草坪 草坪上有古典建筑 可以看到旧金山湾的全景 这座法国城堡市豪宅位于硅谷 所有者是俄罗斯以色列投资者和企业家 尤里米尔纳 截至2021年底 它的身价接近50亿美元 米尔纳2011年3月买下它 当时是全美售价最高的地产之一 第九 佛罗里达的私人岛屿住宅 8500万美元 面积9700平方英尺 佛罗里达多年来经历了房价的疯狂标称 这座私人岛屿住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座9700平方英尺的房子 坐落在一个2.5英亩的岛屿上 可以看到棕榈滩景色 2021年7月 该房产以惊人的8500万美元价格备售出 但大约60天后 该房产以1.2亿美元的价格重新挂牌 要价在短短两个月内上涨了3500万美元 这座巨大的豪宅有5间卧室 9间浴室和一个网球场以及游泳池 据报道 这所房子的买家申请了5000万美元的抵押贷款 首付3500万美元现金 第八 16号山顶别墅 Marns-Nikerson 9200万美元 面积 7987平方英尺 Marns-Nikerson 是香港最豪华 私密性极高的豪宅之一 总共19庄独立洋房 及48间分层居住单位 每幢独立别墅都通过精心规划 这所房子 具有4间卧室和至少1间浴室 除了近8000平方英尺的居住空间外 该屋也还提供5000多平方英尺的花园和院子 一个私人游泳池 以及一个私人车库 作为世界上人口密度第八大城市 香港每平方英里人口超过6万8千人 所以远离城市的安静空间变得十番昂贵 这套房产售价超过9000万美元 每平方英尺约11518美元 第七 花花公子庄园 1亿美元 面积21987平方英尺 花花公子庄园可能是世界上 最具标志性的昂贵住宅之一 这座2万平方英尺的房子 包含29间卧室和20多间浴室 售价高达1亿美元 这座巨大的房子 坐落在一个5英亩的庄园中 包括电影院 游戏室 健身房 酒窖 网球场 篮球场 以及洞穴室喷水池 领牌照 私人动物园等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当花花公子创始人休海夫娜 在1971年买下这栋房子时 只花了大约100万美元 一住就是40多年 直到2017年去世 秋海夫娜去世后 这座宅底从昔日辉煌 变成了无人问津 直到2016年 意外扑翁达伦梅特洛普洛斯 以一英报买走了这座房子 并进行了大规模翻修 但至今仍空置 无人居住 第六 孙正义的加州豪宅 1.175亿美元 面积9000平方英尺 硅谷的生活成本很高 以知名科技公司 文明的加州地区 2021年的房价中位数为 140万美元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硅谷的移动豪宅价格 远远超过了中位数 这座巨大的房子 耗资超过1.17亿美元 拥有9000平方英尺的居住空间 和一个大涌职房 这栋房子的买家 是长管软银集团 移动电信公司的孙正义 还没有可靠报道证实 这栋豪宅有多少间卧室和浴室 第五 伦敦的顶层豪宅 2.47亿美元 面积1.8万平方英尺 这套顶层豪宅 位于伦敦海德公园一号的 豪华高层建筑中 这座独特的建筑 包括V套房 这是一个超大的三层住宅 拥有18000平方英尺的生活空间 和五间卧室 这套顶层豪宅的标价 接近2.5亿美元 每平方英尺 约1.4万美元 除了这些豪华公寓 海德公园一号 还有欧洲最大的劳力士专卖店 旁边还有麦凯伦经销商 伦敦的顶层豪宅 必是不对外挂牌 这是一种不为人知的房屋列表 给买卖双方更多隐私 同时创造一种排他性感觉 这可能会提高最终价格 第四 陈鸿天的香港公馆 2.7亿美元 面积9212平方英尺 这是另一个 只有主人才知道的秘密豪宅 没有关于卧室和浴室数量的信息 但这座贵的离谱的房子 有超过9000平方英尺的居住空间 这座大房子 以2.7亿美元的价格售出 打破了当时香港有史以来 最贵房屋的记录 这座豪宅的买家 是房地产大亨 深圳详旗集团的商人 陈鸿田购买 虽然对这座昂贵的房子 值之甚少 但有报道称 它位于山顶高福山路15号 是香港最昂贵的地区之一 第三 沙特王子的城堡 3亿美元 面积5万平方英尺 占地5万平方英尺 这是榜单上最大的房子 这座巨大的豪宅 坐落在57英亩的法国乡村 有时间宽敞的卧室 这所房子 是一位王子 从沙特王室购买的 沙特王室的净资产加起来 超过1万亿美元 虽然这座城堡 有17世纪的外观 但实际上 它是在21世纪建造 这座城堡 有私人电影院 等现代设施 也有一条养鱼的护城河 这位沙特王子 对大买卖并不陌生 2017年 这位超级富有的王室成员 以4.5亿美元的价格 购买了一幅画 第二 摩纳哥美好时代阁楼 3.08亿美元 面积17500平方英尺 这套房子 只有三间卧室和六间浴室 你可能不会想到 它会很贵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摩纳哥的顶层公寓 以3.08亿美元成交 除了超过1.7万平方英尺的居住空间 这套顶层公寓 还配备了百家乐制型吊灯 手工制作的豪华镜子 以及高端品牌 Gaggenau电器 这栋房子是克里斯蒂安和尼克坎迪两兄弟买下 坎迪兄弟是在伦敦和美国的房地产开发商 他们在那里建造了各种高端公寓 第一 杨建文的别墅 3.61亿美元 面积 25554平方英尺 杨建文别墅 以3億6100万元成交 为史上最贵 这栋房子之所以独特 有几个原因 首先 该建筑拥有超过25000平方英尺的居住空间 其次 这栋房子 以3.61亿美元的天价售出 第三 这栋建筑原本是一栋公寓大楼 但买家把它变成了私人住宅 还没有任何关于这栋建筑 有多少卧室和浴室的信息 买家杨建文 Yoon Kingman创立了 为苹果生产出摸屏的博文光学 全球拥有83000名员工 2019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 排名第962位 本期内容分享到这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